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一见到病人便知道他的身体状况 甚至病变部位 如何通过体表和外在的异床表现 判断深藏于体内的脏腑气息的状态呢 其实这体现了中医诊病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有诸内必行诸外 身体内部有变化 必然会表现于身体的外部 当然身体内部的信息的外在表现 是多种形式 多种层次的 但其中最根本 最容易把握的 就是对人体 皮肤及前表部位病理现象的认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内容 落脉与皮部 经络续统中最末端的部分就是落脉 灵出脉度指出 筋脉为理 知耳痕者为落 落脉有大小不同 其中较大的落脉是15落脉 而分布于人体体表 表浅部位的则为腐落 是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的落脉 也是历代一家在临床实践中了解最多 认识最深刻的部分 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当然 我们可以想象 还有更多位于身体深部的 无法看见的细小的松露 下面 我们首先看15落脉 15落脉又称15别落 12肌脉在四肢部割分出一条落脉 同时 韧脉位于躯干部的前正中线上 韧脉从纠尾穴分出一个落脉 分布于腹部 沟通腹部的气血 肚脉形形于躯干部的后正中线上 肚脉从长墙穴分出一条落脉 向上分布于脊柱 头部及脊柱的两侧 沟通背部的气血 此外 脾 主疏部 水骨精微 脾巾的最后一个穴位 大胞穴 位于躯干部的外侧正中部 从大胞穴处分出一条落脉 分布于胸斜部 称为脾之大落 沟通胸斜部的气血 12斤的落脉与韧脉的落脉 多脉的落脉及脾之大落 共同组成15落脉 12斤的落脉除了疏部 筋脉在四肢部筋脉寻行路线上的气血之外 还有沟通与其相表里脊脉气血的作用 如手太阴筋的落脉为裂缺 从腕后发出 分布于手掌大鱼技术 与手阳鸣筋相联络 因此15落脉分布于身体 四肢部 躯干的前 后 侧 负责气血由肌脉 向人体各部的总体术部 12皮部就是筋脉寻行路线上的皮肤区域 依据手足12筋脉的分布 划分为12个区域 称为12皮部 正如素问皮部论指出 预知皮部以筋脉为计 诸襟接染 皮部是对落脉理论的完善 是对体表部位落脉与肌脉关系的补充 分布于体表部的落脉 除了一些大的落脉之外 还有无数数不甚数 无法意义命名的细小落脉 只能用区域来描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 皮部就是分布于皮肤的落脉的区域 正如素问皮部论所说 凡12筋落脉者皮之不也 由此可见 皮肤、皮部、落脉是密不可分的 皮肤包裹于人体的最外层 是肌体的屏障 具有保护肌体 挤育外邪的作用 肺的喧发作用 将胃气通过落脉 输不于体表的皮肤 调控凑理的开合 蜂蜜汗液 调节体温 是机体适应外怀境的变化 如果皮肤的防御功能失常 病邪就会入侵机体 产生各种疾病 故素问皮部论指出 事故百病指示生也 必先与皮毛 携种之则凑理开 开则入客与落脉 流而不去传入与金 流而不去传入与腐 皮肤也是人体 与外环境交流的直接媒介 皮部是十二经脉气血 输不于皮肤的部位 与肌体内脏 构成了特定的联系 一方面 特定的皮部的病邪 可以传入于相应的脏腑 产生疾病 另一方面 脏腑的病变 也可以通过其筋脉 落脉 反映于相应的皮部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皮部落脉理论的 临床应用 第一 在诊断方面 既然皮部是筋络 气血的输不部位 那么通过观察 皮部和落脉的病理变化 来判断筋脉脯的状态 就成为中医旺诊的一项重要内容 称为皮部诊法 又称诊落法 临床上最常应的落脉皮部诊法 是根据肌脉所属皮部的色泽变化 皮肤的秋诊 皮下的结节 皮肤的异常感觉 来进行诊断 如手掌的大鱼剂 和皮肤的色红 都为肺热或胃热 色轻色暗 都为含血清晰肺清晰胃 国窝部的落脉的淤质 都为膀胱筋脉的细血淤质 是腰背部疼痛的常见表现 临床上 我们常常把落脉皮部的望诊 与输血筋脉的压痛 节节的窃案相结合 往往更具临床意义 第二 治疗方面 内病外治是针灸治病的基本思路 皮部落脉理论 是内病外治的重要理论基础 大大拓展了针灸治疗的途径 是施术无畏 从局限的血尾扩大为 脚大范围的皮部 因而也为众多基于皮部落脉的疗法 如皮肤针 艾灸 拔罐 刮刹 切腹疗法 等电竞的基础 这些施术于皮部和落脉的不同的疗法 既可以疏散体内的疯 寒 瘀 热等病血 艾灸 药物切腹等疗法 还可以起到瘟痒落脉的作用 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 刺落疗法是临床最常用的疗法之一 主要通过刺破落脉 排除瘀血来治疗疾病 也是皮部落脉理论的临床应用的具体体现 素问 阴阳印象大论指出 可见皮部落脉是早期诊断治疗疾病的重要补位 宋代医学家窦才也在他的《扁确新书》中指出 明其经络然后用药 尽达其处方能凑效 西人妄儿治病者不过熟其经络故也 因此 诊查皮部落脉 不仅可以指导针灸治疗 也可指导临床用药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感谢观看